今天非常的开心 我们可以邀请到 帆船顾问股份有限公司的执行长 刘子珍先生来到我们的现场 接受我们的专访 执行长您好 您好 执行长想要请问一下 就是帆船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它其实在您这边是从top sales 然后在接下来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培训 然后最终我们进到这个顾问 他要真正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然后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个关联性 你说这几段历程 对对对 OK 好 我觉得当时在去做业务销售的部分 做过很多产业的销售的工作 是 我觉得在这过程中 当时是想去训练自己讲话 因为我其实我的本质是内向害羞 害怕失败的个性 本质在出社会之前 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其实尽管是现在在一些社交场合 很多不认识人 我还是有一种比较不自在的感觉 当然有时候上台又另外一个样子 对对对 那当时在去做这个过程中 因为常常是身边很多朋友的顾问 或智商师 意思就是说客户朋友同事 他们遇到一些人生的疑难杂症 很喜欢找我聊 好 然后很喜欢我这边给予一些鼓励 以及是建议 然后去支持他们 那我觉得在这过程中 我就开始慢慢发现到说 好像很多人都过得很不快乐 对就是好像很多人都有自己想做的事情 有些人有自己想做的事情 但是不敢去做 总觉得自己做不到 不可能 或总觉得就是有风险 不敢去做尝试 那有更多的人是 他还不知道自己人生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是 但是他知道他自己现在做的事情不是他要的 OK 但是他一样继续做 然后不想去做探索 所以我差不多在2017年的时候 应该这样算起来已经7年前 7年多前 我那时候突然人生就冒出一个人生的愿景 就是我想要协助更多的人活出自己的使命与价值 但这个愿景也是现在翻船顾问的一个愿景 好的 对 然后所以当时 但只有这个愿景出来 然后呢 没有然后 我不知道要做什么 我算有这个愿景出来 所以那后来当时在2017年的时候 音源纪录下就是有去听讲座 听到一个很厉害的讲师 是 激励型的 嗯 然后讲完之后我就觉得 诶 我好像可以担任这个角色 嗯 那实现我的愿景 嗯 所以2018年开始我就展开大量的学习 也进到培训业 是 也兼职担任培训讲师 然后也做了很多培训 呃就是也做了开了一些培训的一些讲座 跟课程 ok 那在这个过程中 诶我又开始越做越迷惘 跟低潮了 ok 因为我发现到好像学习没办法改变人 是 因为很多人学习完了之后充满了电 嗯 回到家之后回到他所属在的环境 嗯 又谈回去 嗯 所以2018年开始做培训业 2019陷入低潮 嗯 到2019年底的时候 突然一个朋友 就是推荐我看一本书 是 叫做第五项修炼 嗯 就2019年底 我那时候在大陆出差 ok 那时候看完我被这本书深深的感动 这本书它是一个商管巨著 嗯 然后它在讲的是 如何去建构一个学习新组织的文化 学习 学习新组织 对 学习新组织的文化 嗯 那我在看这本书 我非常有共鸣 我发现到说 其实真的要去改变环境 或帮助更多的人 应该要做的事情 是改变环境 是 改变文化 嗯 所以我看完这本书 我毅然决然从培训业 嗯 转到完全还不熟悉的顾问业 嗯 去做努力 ok 对 就是现在 就是一些顾问公司 有在大型的顾问公司去工作 是 当过 就是基层主管 嗯 然后也有在比较小型顾问公司 当过企业的营运顾问 ok 然后以及还有就是一些 商业模式课程的一些讲师 嗯 然后到后面辗转才 自己出来 嗯 去做自己的顾问公司 嗯 嗯 现在如果叫你回去啊 做这个培训 你不愿意 对不对 嗯 不愿意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啊 刚刚讲你的一个愿景已经发展出来 比如说核心价值 你很清楚你到底要做什么 然后所以啊 再回去培训已经很确立 你要做的就是顾问 那这个顾问的这个部分你可以稍微让我们知道说 他跟企业之间到底什么样的企业他会找到你 然后你也想要接他们的case ok 首先呢我这边想去协助企业去做的东西今天不是说培训没有效 嗯 而是培训要落地 是要变成这个组织环境的共同语言 共同文化 真共同的守则准则SOP 嗯 当这个东西培训完了之后 其实我之前听过一个资深顾问讲过 是 连续三次的培训 嗯 就叫做辅导了 就叫做顾问辅导了 嗯 就是今天我培训了一次之后可能过了一个月 哎 看你们执行的状况帮你们再去做调整 嗯 然后再让你们去做执行 嗯 然后再去做最后的成果发表 然后如何去 导入到公司变成一个应用实践 嗯 那你说什么样子的一个企业去适合 可能我这边的一个协助 嗯 我觉得第一个 我觉得他是要非常有理想 对这个环境社会 有那个理想抱负的人 OK 不单单只是一个企业 我最欣赏这样子的一个Leader 嗯 跟这样子的领导者 嗯 而且我也去相信这个理想 我可以协助他改变组织的文化 嗯 组织的环境 协助他去做实现跟构建 嗯 对 这是我最想要的 嗯 嗯 其实刚刚讲到就是说 一切从愿景开始 很多的企业他们其实愿景 呃没有说很不一样哦 甚至是愿景因为比较抽象 所以还蛮类似的 可发展出来 呃大家辞行的方法可能会不一样 嗯 所以对你而言 你可不可以举个例子 就是国内外啊 呃你觉得在这个领导人本身就看到他为了他的愿景他做了很多的事情真的是够深刻或者是即便他有一些争议你都还是认定他的愿景足以改改变而且真的做到改变嗯好我最欣赏Leader就是Elon Musk 那为什么欣赏它 是因为它的愿景 听起来很夸张 叫做想让人类文明永续 就是它觉得地球很危险 它觉得人类应该发展成多星球物种 万一地球怎么了 人类文明还是可以继续永续 它做的所有的 它底下六间公司七间公司 全部都是围绕在这个核心愿景下去做 为什么发展Tesla电动车 原因是因为它觉得外星球没有大气层 没有氧气 所以需要发展成电动车 那它同时也开放了300多项的 那个电动车相关的专利 让全世界可以去共享这样专利 然后所以像95%以上的品牌 都去发展了电动车的这个项目 那它也有去发展成 就是地下真空管的高速隧道 好像时速6000公里 超快的 就是一个小时可以走6000多公里 就是高铁好像才两三百了 那它为什么做地下真空管的隧道 是因为其他星球没有大气层 所以它可能会有一些陨石或撞击 所以在地下真空管会比较安全一些 然后它为什么发展成脑神经接口公司 是因为它想让人类可以变成适应 外星球环境的生化人 OK 对 更适应的一个生化人 那它为什么发展火箭公司 然后甚至它所发射成本是 美国NASA的二十分之一不到 当初美国发展 那它是要让更多的人 可以有办法有能力搭乘火箭 是 可以去移民到外太空 然后它为什么发展 Starlink就是星链计划通讯卫星 一万两千颗通讯卫星包围地球 所以它想要先以地球为实验基地 最后会形成星际间的沟通 之后可能在火星上 在其他的星球上面 都要布满着这个通讯卫星 可以实现星际沟通 它做的所有的事情 全部都是围绕在 让人类文明永续这件事情 而且它所创造到的成果 都是人类们所创造过的 所以很多时候它是疯子 但是我真的觉得我很欣赏 它这种风法 它确实一直在去改变 人类的一个未来 我们觉得好像讲它离我们很远 那我们讲一个离我们自己很近的 你在你自己的顾客 你的客户身上看到它的愿景 真的值得你去支持它 有 我有一个客户 然后也是跟我 也是深度的一些合作关系的朋友 是 那他是做不动产的 我觉得他的故事真的让我非常印象深刻 因为他的亲友 就是有至少两位 是因为自杀走掉的 那他的创业是基于这样子的背景故事 他会希望说他可以去创造一个环境 让这个环境里面大家 大家彼此之间可以去分享 自己的心理化 让大家可以去社群化 就是去创造一个共享的环境跟空间 那他因为抱持着这样子的一个理念 他才创业五年的时间 他以前是灾难工程师 他才创业不到五年的时间 他现在可以连接到 就是美国就是以太币的创办人 然后他可以连接到帛六总统 他还可以连接到就是那个菲律宾的政府 地方政府 他可以连接到很多非常厉害的人 他可以连接到马来西亚的IPO之神 辅导过一百多间公司上市 上市柜的一个顾问 一起共同成立公司 他甚至他非常有可能在未来的两到四年内 拥有自己的IPO公司 自己的上市柜公司 那他到底怎么做到的 就是因为他非常知道自己要的愿景是什么 要的理念是什么 他仿佛就像是一个磁铁一样 一直召集各方的人才 一起跟他去做合作 一起去做共创 去共创很多 所以他现在越来越多的一些不动产的开发案 合作案 都一直不断的 甚至国际上 都一直不断的在去做进行跟整合 那我觉得就是这个是身边 让我觉得非常感动的一个例子 因为我一直觉得一个有愿景使命的企业主 他并不是英雄 而是他是一个愿景的召集人 他召集了各方 一起认同他这个理念的人 持续去往前冲 所以以你的观察 这个最高领导人或者是我们以学习型组织来看 就是说他不是像以前的这样的一个组织 分成合成的那种组织 那他所领导出来的 每一位他们都会有那个动力是为自己去做点什么 这东西要去回到一个学习型组织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概念 是我们都听过一个成语叫做盲人摸象 每个盲人触碰大象不同的部位 都觉得大象是他所摸到的样子 但是每个盲人摸的大象样子都没有错 确实是他所摸到的 但这就仿佛在一个组织 或是跟人跟人之间的一个交际环境 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经验观点在去看待事情 但是我们真的要去看见事情的整体 应该更去接纳每个人的声音 每个人的意见 了解每个人到底在想什么 他背后到底为什么做了这个行为决策 而去导致于这个环境的创造跟发生 所以你自己本身 你希望帮助就是透过你的这个顾问 然后去辅导我们有缘的这些企业 就在环境上面它是一个平衡的 要有那样子一个环境 所谓的平衡代表的是什么 平衡是我觉得 人生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做体验跟追求的 不单单只是事业跟环境 很多人为了事业跟环境放弃了家庭 很多人为了事业 事业 我说人生不应该只是发展事业跟财富 很多人为了事业跟财富放弃了家庭 很多人为了事业跟财富放弃了自己的健康 很多人为了事业跟财富放弃自己想要去体验的这个世界 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可惜的 我觉得应该是更为平衡的 可以顾及的到自己的家庭 健康 心灵 学习 各方面的这种成长 我觉得这个才是真的所谓的一个平衡的人生 因为我觉得这世界上很多的面向 都是一体的 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 今天你跟家庭的关系 有时候可能也反映在你跟部署的关系 你跟同事的关系 你对待你自己的健康 也代表是你是怎么去对待客户的健康 那个概念我觉得有点是相辅相成的 所以我很坚信 当这些东西都可以去做更好的平衡的时候 其实这个组织的竞争力是会更大的 每个个体 其实他会去发挥到他自己更强大的一个创造力 跟执行力 以及还有他的一个产出效率 OK 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您对帆船顾问股份有限公司的一个短中长期计划吗 好 短期的部分呢 就是我会在一年内 就是把关于针对企业 怎么去导入学习新组织 不管是社群化的课程 社群化课程就是很多的企业组群体 然后去帮他们去做一些社群的部分 大家可以在里面一起去做操练 实践 分享 做这种社群的这种互相创造一个这样子的环境 然后甚至是可以去让他们可以去建构 就是如何去创造一个学习新组织的这个范畴的 系列跟组织 然后相关的一些课程 培训 以及还有辅导 OK 对 这是今年会去把它去建构完整的部分 那在三年内呢 就是会希望可以去号召更多的 就是认同我们理念跟理想范畴的 不管是合作顾问 或者是合作讲师 那他们可以以学长姐自己体验过 OK 发展学习新组织的这个范畴 发展利他文化平衡的员工环境这个范畴 有所成就的企业组 他可以回来担任我们的学长姐 担任我们的一个业师 合作讲师 合作顾问 可以去协助更多的企业组 发展我们这边想要去协助企业发展 跟改造的环境跟文化 这是三年内 那因为每个企业组 对我不同的抢项 像我就有企业组 他的广告投放能力非常强 业绩销售能力非常强 那他是不是就可以来专门去 依照我们这个理念 帆船顾问的愿景使命的这个核心 去协助其他的企业去发展 如何去兼顾到企业的愿景使命 利他文化 又可以让企业的绩效可以成长 让行销转换可以提高 那比如说我也有客户 他可能在品牌的塑造 或者是他在 就是他的社群的行销 非常厉害 那是不是就可以 也是请他去协助 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企业组 希望在三年内 可以把这个生态圈 可以打造起来 OK OK 然后五年内就是会期待 就可以去成立一个一个的 有点像是企业孵化器 或企业加速器 可以去让有需要 有理念有想法的企业跟创业者 可以在这边得到 他可以得到的一切资源 可以帮助到他 可以扩大他的影响力 你自己的一个愿景 要不要稍微讲一下 说自己的愿景 对对对 我自己的公司的愿景是 让每个人 可以活出自己的使命与价值 因为我相信 这个世界上 每个人生来在这个世界 一定都有 值得他尽其一生 去努力的使命道路 那我也相信 每个人一定都有 他的能力跟位置 可以在他的使命道路上 发光发热 所以我会希望 每个人可以去 活出自己的使命与价值 那帆船顾问的使命就是 想去协助企业去建构 平衡的员工环境 就让员工可以过上平衡人生 全人的生活 然后以及是发展利他文化 当这两个合在一起 我相信他就是一个 有竞争力的幸福企业 可以让更多的人 活出自己的使命 在利他的刚刚说的 这个利他文化当中 其实你是非常的实践的 你会就是无私的分享 无私的传 就是传授 对不对 那可能别的这个顾问公司 觉得这个要收费的 你怎么就直接这样子 分享出去 开个玩笑话 如果有金主的话 我可以不收费 如果有金主可以支撑我的生活 支撑公司的发展的话 这是玩笑话 但是事实上因为我们公司的核心价值 核心价值就是企业对内对外的一致守折 叫做真诚负责传承 那我们的核心价值 其实有发展成七项企业守折 那企业守折对应到传承的一项就是 在任何情况下会愿意无私的分享 我是不偿失的 只要有只要有机会跟我见到面 通到电话或传封LINE 我只要有时间的话 我会无私的分享 但是我不一定有时间 但是我有时间的话 我一定会直接回 所以我有曾经被认识的顾问 就是去讲说 指责你怎么会把 这感觉是可以去收费 有价值的资讯 别人问你一个问题就是 直接赤裸裸的 就直接告诉他方法要怎么去做 从观念到方法都告诉他 那我就说没办法 因为我企业有一个守折 就是要无私分享 对 但是我觉得也透过这个守折 我确实在当初帮这个人 或当帮每个人的时候 并不是基于我要做他生意 而基于真的想帮助他 但是很有趣的事情是 大部分七八成 被我帮助过的人 不是成为我的学员 就是成为我的客户 因为我觉得他们有感受到 光是他们没付钱 就可以得到这些价值 所以他们更相信付钱给我的时候 可以拿到价值更多 OK OK 今天真的非常的开心 我们可以邀请到 帆船顾问股份有限公司的执行长 刘子珍先生 跟我们讲 一家公司一个最高负责人 最高领导人 其实愿景真的很重要 但是如果说 总觉得愿景是模糊的 这个我们的这个顾问公司 就是我们的帆船 其实是可以透过厘清 去把它 其实它都在我们的心里面 对 重点是对于 一个改变的一个促成 对不对 如果这个社会已经够好了 那其实我们也不需要 这么多的服务跟商品 我们是要更好 更好 对不对 我很喜欢一句话 就有人说过 我们每个人不妨都可以去思考一下 就是假设在我们已经七老八十的时候 就是已经子孙满堂 我们想象一下 我们希望我们的子孙们 他们未来是活在什么样子的环境 是 对 其实可以用这个立场触发 可以 这是一种厘清自己愿景的一种方式跟方法 因为自己都可能准备要半只脚 一只脚 半只脚踏进棺材了 对 所以我可能已经不去追求所谓的利益 是 名声 那这时候看着我的孩子们 子孙们 会希望他们未来的成长环境 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 OK 我会觉得这是一个还蛮棒的一个 寻找离境自己愿景的方向 OKOK 再次的谢谢我们的帆船顾问股份 有限公司的执行长刘子先生 今天接受我们的专访 谢谢你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